2019新北市纪录片奖日前举办颁奖典礼 颁发12部优选影片得奖证书之外 还公布了从12部优选影片当中 绝选出来的前三名 另外颁发了奖作和奖金 今年新北市纪录片录选作品 整体表现相当出色 不论在玩程度题材或是人物的勾勒上 都有相当亮眼的地方 要从12部优选作品选出前三强相当困难 我想必须要恭喜这次的得奖前三名 他们用非常应该说是稳健而细利的手法 成功地处理了非常高强度的一些人物故事 它不管是反映在人物的课画或者是完成度 甚至在议题的规格上 都会让大家对于这部片未来的走向 甚至发展成长片寄予高度的关注 这次获得首奖的作品是《我的生命线》 记录一个拥有特殊艺术天赋的打工女孩 代表领奖的制片张勇很高兴能获得首奖 也希望作品呈现更有思想 特别高兴能拿到这个奖 我觉得是对我们一个团队 包括导演还有我们那个主角 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付出的一个肯定吧 但我觉得其实拿奖主要还是看运气了 我觉得还是要谢谢评审 让我们很好运气的拿到了这个奖 新北市政府一直鼓励纪录片工作者多元创作 这九年来累积了不少优选作品 今年在推广方面更积极做了突破 希望让更多人看见 新北市把这些好的纪录片 可以在泰国和波士顿来播放 让各国际喜好纪录片的朋友们 能够分享新北市的纪录片 新北市这个城市的故事 让他们更了解新北市 颁奖典礼上获得优选的十二部作品 不但可以获得一万美元的拍片辅导金 前三名还另外颁发了新台币十万 八万和六万奖金 给创作者实质鼓励 记者沈重林景于新北市采访报导